大家好 週末這兩天的天氣大致上是穩定的 午後有一些舉步的陣雨 但是中午之前都很高溫炎熱 北部這個雨比較少一點點 特別是台北盆地 但是要注意的就是一個南海的熱帶性低氣 它有可能會發展成為今年第四號的颱風 如果生成的話叫做小熊颱風 聽起來有點可愛 這是日本所命名的 下週一整個西南風會顯著的轉強 所以未來會持續有將近一個禮拜的時間 整個西半部很容易下雨 請大家稍微注意 這個就是熱帶性低氣在這邊發展 這個是由一個整個大環流 整個造成的一個熱帶雲促 然後低壓慢慢發展起來的 它不會對台灣有一些直接影響 我們台灣這兩天還是屬於午後熱對流的一個天氣 那未來呢這個其實 低壓或是颱風會往海南島 到越南北邊這邊前進 對台灣沒有直接影響 但是要注意的就是下週一開始 整個西南風顯著的增強 這個呢還稱不上西南氣流啦 降雨沒有特別的多 但是就是偶有一些局部的震雨 這個強風走呢當然是邊邊掠過台灣啦 不是主要針對台灣 所以相對之下好一點點 大概呢會持續有將近一個禮拜的時間 都是類似這樣的天氣 所以週末這兩天都是吹的偏這個東南風 然後各位注意吼吹東南風跟吹西南風 對上台灣整個環境就不一樣了 一樣的是午後震雨在靠山區還持續會有 特別是西半部可能還是有一些熱對流會逐漸接近會發展起來 但是整個環境風場是不一樣的結果 有時候呢在西半部在沿海 等於靠海邊的平地都容易有一些局部震雨 這個就是海陸風環流跟西南風交互作用 那北部來說的話反而在它的下沉氣流的下面 所以台北墳地反而會變得比較熱 請大家稍微多留意了 大致上呢這幾天呢都有一些午後局部的震雨 尤其是靠山區的地方 到了下禮拜一二呢就改變了 午後震雨可能不見得會那麼的多 但是這個沿海呢可能會稍微多一點點 請大家沿海的朋友請大家注意一下 這個就不見得只有午後震雨了喔 所以大致上的溫度呢未來這一陣子 北部會感覺特別的熱 然後在這個中南部呢相對之下就維持類似的溫度 可能呢下禮拜整個西南風的影響之下 雲量比較多容易下雨溫度會降一點點 南部也是如此喔也會降一點點 所以大致上呢相對的是比較穩定的天氣 不過就是午後的震雨 可能或是局部的震雨 在西半部會顯著的增多 請大家多留意了 以上是今天的天氣 請大家多留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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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